市长柯文哲副市长黄珊珊 在松山慈佑宫董事长陈玉峰陪同下 由主法道长带领参乡为台北市祈福 随着疫情趋缓 慈佑宫将在7号起重新开放乡客入庙参拜 庙方特别架设体温及佩戴口罩智能侦测设施 并整合自动干洗手科技抗菌设施等防疫设备 让乡客们能够安心入庙参拜 我们松山慈佑宫五月份开始的疫情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很注意防疫的问题 所以我们做一个自动防疫门 可以有温度的还有主外线消训 为了保护员工的身体健康 因为员工年纪还轻 大部分都还没有疫苗 第二个我们政府开放以后 我们还没有开放到明天8月1号 从8月1号才开始正式开放 人数也要控制在80个人以内 希望大家心中可以配合 宗教信仰以外安全的人都要 庙方表示在农历8月9月 都有法会和重阳节祭祀活动 而目前也会以人数管制方式 照常举办 并随时依最新防疫规定来调整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